大家好,这里是小川坎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由丹泽尔华盛顿住院的科幻悬疑电影 时空线索 这天,一批海军和游客登上一艘渡轮 准备开始他们愉快的假期 渡轮请航后,一名在底层货物局的工作人员 听到从一辆汽车里传出了音乐声 他正想仔细查看时,汽车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 整艘渡轮瞬间被炸毁,致使500多人遇难 美国酒类烟草火器及爆炸物管理局派出老黑前往调查 找到了电流管碎片,算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老黑回到办公室,同事告诉他 一个女孩打电话过来询问他的身高肤色 并留下了电话号码 老黑回报过去,无人接听,便流了烟 这时,警局通知他发现一具飘在水里的女士 女士被捕由大面积烧伤 起初以为是爆炸案的遇难者 但发现尸体的事件却在爆炸案之前 老黑仔细查看尸体 发现死者的嘴巴有胶带封过的痕迹 由此推断,这应该是一床谋杀案 经过调查得知,死者叫克莱尔 老黑来到克莱尔住处 发现冰身上贴着,你可以救他 旁边一张报纸上,刊登着克莱尔 售卖二手车的信息 随后,老黑在水池旁发现了很多带血的纱布 他打开电话留言 竟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时他才知道,打到办公室找他的女孩 就是克莱尔 老黑推断,克莱尔应该是在杜伦爆炸前 两小时被杀,然后凶手把他 伪装成一个爆炸受害者 克莱尔准备卖掉的汽车可能是被人偷走 用来把炸弹晕到渡轮上 由此可见,放炸弹的人和克莱尔生前有过直接接触 所以破了克莱尔的案子,也就破了这起爆炸案 这时,老黑看到搭档拉里的汽车才知道 准备去度假的拉里也在这艘渡轮上遇难了 FBI方面欣赏了很敏锐的洞察力 便邀请他加入到新成立的调查小组 这个调查小组设在一个军事戒严的基地 他们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监控项目 名叫白雪公主 这个项目可以监控目标区域内任何坐标位置 4天06小时3分45秒之前发生的事情 但缺点是,这些画面都只能看一眼,无法捣回 所以他们需要老黑这种 只需扫过犯罪现场一眼就能发现关键信息的人 老黑剑也先从克莱尔的家看起 此时,他与克莱尔隔平相望 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快,他们看到克莱尔接到一个买家的电话 那人希望买下克莱尔的二手车 调查组在一个电话亭追踪到了嫌犯 在影光线太暗,无法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正脸 好在根据嫌犯的背包追踪到了嫌犯的去向 渐渐地老黑怀疑 白雪公主项目并不是简单的监控设备 他所看到的也不是所谓的监视影像 为了验证自己的疑虑 他全是用激光笔照相屏幕 没想到,画面中4天前的克莱尔也看到了这个光点 原来现在的行为能真实地影响4天前的世界 在老黑的避问下,技术人员告诉他 其实白雪公主项目是一个制造虫洞的机器 通过时间窗口来观察4天前所发生的事情 老黑认为既然光线可以回到过去 那么其他的东西也可以传过去 于是他让技术人员发送一张挺高纸条给4天前的自己 纸条上写明了嫌犯将用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老黑希望能在爆炸案发生前就将嫌犯传货 接着纸条是传了过去 但不晓得是被他的搭档拉里看到了 拉里根据指导上的信息追踪到嫌犯后 被嫌犯开枪射中 随后嫌犯把奄奄一息的拉里坐上车逃离了现场 眼看嫌犯就要掏出目标区域 此时只有用目镜器才能收集目标区域以外的数据 老黑来不及多想就开车带着目镜器去追踪嫌犯 技术人员将皮目连上目镜后看到了4天前的情景 为了追上对方 老黑一路各种逆行 造就了多起交通事故 还差点车毁人望 好在有惊无险地追踪到了嫌犯的最后踪迹 技术人员在屏幕上看到了4天前 嫌犯把拉里拖出车外 捕了一枪后焚烧了他的尸体 老黑发现他们传纸条回去 只是改变了拉里的死法 并没有阻止渡轮爆炸案的发生 也正是因为拉里看到纸条去阻止嫌犯时 撒坏了嫌犯那辆车的挡风玻璃 所以嫌犯需要一辆新车将炸弹运送到渡轮上 才制使克莱尔成为了嫌犯下手的目标 紧接着调查小组通过人脸识别 锁定了嫌犯的身份并将他抓捕归案 至此FBI调查小组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但老黑取希望通过冲动把自己送回去 来拯救克莱尔和阻止渡轮爆炸案的发生 技术人员表示这种操作会很危险 因为人在穿越电磁场时 电磁脉中会阅免所有与电有关的活动 包括人的心跳脑颠波等 但老黑心意已决 执意要穿越回过去改变历史 一阵光线扫揉后 老黑被成功传送到了一家医院里 但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医生来不及惊讶之从天而降的病人 立即对老黑进行抢救措施 醒来的老黑抢走一辆救护车 火速感到嫌犯的住处 此时嫌犯已经在克莱尔身上交上了汽油 正准备动手时 老黑开车冲进了屋内 双方一阵火拼后 嫌犯流出去点燃的库房的煤气罐 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黑竟待着克莱尔避开了爆炸 接着老黑顺度来到克莱尔家里清洗伤口 他将冰箱上的字母拼成了 您可以救他 然后在清洗伤口时 留下了很多带血的纱布 克莱尔看到 老黑对他家里的一切非常熟悉 以为他是坏人 老黑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便让克莱尔向他的办公室打电话 于是克莱尔打电话 询问了老黑的身高肤色 此时老黑才发现 自己什么都没有改变 冰箱上的字母 带血的纱布 以及克莱尔的电话 一切都按照原来的剧本才发展 他急忙带着克莱尔来到码头 老黑的计划是悄悄跟踪嫌犯 等到嫌犯设定好炸弹离开后 他再去渡轮上拆掉炸弹 他们登上渡轮 果然发现了克莱尔的车 正当嫌犯走下渡轮 准备骑摩托离开时 却看见了自己的那辆车 嫌犯知道 他安放在渡轮上的炸弹已被发现 于是又匆忙跑回了渡轮上 克莱尔看到后 担心老黑的安危也跳上了渡轮 谁料他刚跑到自己的车旁 就被嫌犯发现 嫌犯把他绑住所在的装有炸弹的车里 紧急着 嫌犯在射杀一名工作人员后 便开启了疯狂的扫射模式 见人就杀 老黑赶来后 在克莱尔的配合下将嫌犯杀死 这时炸弹引爆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老黑和克莱尔开车冲进了河里 拼尽全力把克莱尔救出去后 谁料经过此处的渡轮 急扁了车子 老黑被困在里面无法逃脱 很快 车内的炸弹被引爆 老黑用自己的生命 阻止了渡轮爆炸案的惨剧 正当克莱尔为老黑的死悲伤与绝食 老黑从远处向他信部走来 但老黑似乎并不认识克莱尔 其实 这是因为此时的老黑和刚刚死掉的老黑 来自不同的平行宇宙 死掉的老黑是从另一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 而此时活着的老黑 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平行宇宙中的老黑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